接着上个视频咱们继续讲 从玄园村下来以后 我们继续前行 这一路的路况并不是太好 不过由大白给我们做保障 再艰难的山路我也不再畏惧 今天我将带你们去探访一处 位于甘肃大山里的村庄 至今为止 这个村子还传承着古时的造纸树 最关键的是 这里的村民不仅把纸给造了出来 而且还卖了出去 有时候还供不应求 哇 好美这个地方 我现在即将带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甘肃的西河县 在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 还在造纸 西河马纸 我就很好奇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流传着这种造纸树 我走遍大江南北 反正我是没有见到过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到这个地方 带你们一起跟随着我的镜头 去看一看 我咋感觉我走错路了呢 六河村就是往这里下去 在六河村 他们村庄现在还在造纸没有 走这里 走这里 谢谢了 谢谢了 叔叔你好 你是这个村庄里面的人吗 哦 你们现在是不是还在造西河马纸 走这里 走这里 你们这个村庄里面有哪家在造 你们家有没有在造呢 我家今年没造 今年没造 其他有没有呢 其他有的 这位大哥说他们家现在没有造纸了 不过可以带我去他邻居家里看看 在前往的途中 有村民把树皮晾在地上 我当时就想 这是为了干啥呢 不会妨碍交通吗 难道这是造纸中的一个环节 不着急 咱们跟着这位大哥先去瞅一瞅 你们现在这个村庄还有多少人在造这个西河马纸 你们说二三十户 二三十户 好啊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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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一层的这样过滤 大哥干这个手艺干了多久了呀 嗯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你家以前就是做这个的吗 嗯 祖辈就做这个吧 祖辈就是做这个的 哦 我们都知道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蔡伦改进造纸术我们也在课本知识里早已有所了解 随着时代的变迁造纸技术也在不断变化 传统造纸早已没落于历史的尘埃中 然而在甘肃省农兰市西河县西高山乡的流河村和珠河村 仍旧保留着完整的纯手工马纸制作工艺 被誉为古代造纸术的活化池西河马纸 其历史已经有上千年可追溯至西汉时期 关于西河马纸的造纸过程也是相当繁琐的 用构树的树皮作为原材料 用水浸泡三天 然后再取出来 撒上石灰 放锅里面煮 将树的外皮层上的黑色褪去 然后再取出来晒干 用脚踩 或者说用车碾压 彻底将外皮黑色去掉后 再用清水洗净 以前是用手戳树皮 不过现在是用机器打成片 然后用桶装起来浸泡 泡个一两天时间 砸碎后再倒入纸槽 用夹子和竹帘将纸酱一层一层过滤起来 形成现在您所看到的样子 从备料到原料加工 针砸 洗料 连砸 刀切 手戳 杂砸 掏砸 制酱 打捞 麻钱技术 榨水 上墙 撕下扎捆 刀切 剪齐等72道工序精致而成 其使用价值也很高 纸质柔韧 耐磨 手感棉滑 具有弹性 特别适合用于创作防骨书画 其表现力是普通宣纸 无法媲美的 像他们这个村子 在路边 随处可见 包括在我贵州 也很多地方也随处可见的 这个树 叫构树 他们是用的构树的皮 作为原材料做的那个吸合麻纸 姐 你有成品纸没有 你拿我看一看 我看一下大哥手里面拿的这个纸 这个纸的厚度 我看一下 这个不 这个是厚的 这个是爽的 这个是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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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一张 帮我看看 这个你们是按一斤还是怎么的 一张银变 银变 大概你们造出来的话 一年用的原材料大概用多少斤 能用到 有几千斤的 几千斤 好 那你们这个纸一张是 你们是怎么卖的 这个 这大纸 五毛钱一张 五毛钱一张 这个 那你们现在这边都是 很多都是靠这个维生是吧 就是 确定 我刚才可以看 嗯 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 那你们放在这个墙上的纸是已经成形了 这是已经成形了 所以它撩着一点就撕着下来完就好了 干了就可以撕下来是吧 哦 大哥 方便问你一个问题不 采访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那个一年大概的年产值 就是你们一家能够达到多少收入 几万块钱啊 那做 这也做了一段时间 有的做的话 我做不了嘛 哦 就一年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做这个是吧 何至几位大哥聊了一会儿才得知 疫情期间导致当地办设的造纸厂倒闭 很多村民造了纸卖不出去 不得不放弃这个手艺谋生外出打工 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民也没有常年造纸 只是在需要的时候继续干着这个手艺 我很庆幸能够看到这样的造纸束活化石 同时也特别感动 因为有他们的传承和默默的付出 才能见到这历经千余年的古老造纸工艺 在他们厚屋啊 这个墙上全是亮的这个纸 已经干了吗 没干好 没干好 没干好啊 吃好点东西 压点东西 再没干后就饶着 不会的还容易把这个撕坏哦 是吧 不会的话就撕来了 撕来了哦 哦 这样啊 嗯 你们这个一天要弄多少张啊 这一天就要快 一天没了又带过的话一天就弄一千张 一千张 哦 一天还弄过一千张 那你们这边的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干这事儿 有愿意干的 有愿意干的 干的还多 干的还挺多的 嗯 那这种挺好的 你们当地政府支不支是不鼓励 支持的啊 支持的啊 哦 这个支持就好 这个产业 你们这个产业一旦形成规模 以后宣传的人也多 你们这个村庄可以靠这个发家支付的 嗯 这个是我的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 主要产业 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区域啊 这家大哥他们做的这个纸呢 就是造的大的那种纸张 它最大呢造过就是那种八尺啊 八尺那么大的纸 西河马纸你们记住 确实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在的造纸 我觉得令很多人啊大开眼界 特别是令我 我觉得到这个地方来旅游啊 你就是一定得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造纸的 这个过程 看一看这个古老的智慧啊 你大小指都会造啊 你大小指都会造啊 像你们这种大纸的话一张多少钱呢 只有一张啊 三元 嗯 像这种哦 这种叫大一点哦 六元 那你们这个造出来主要是卖到哪去啊 全国各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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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也卖 网上也卖啊 你们这个村子很漂亮 很美 很美 山清水秀的 你们这个造纸素呢 我觉得也很有智慧 嗯 真的 我花了五十块钱 买了你们这个西河马指 算是对你们当地的这个产业的支持和认可 我希望更多的游客呢 以后到你们这儿来啊 很大的链子啊 很大的那个链子 手工的 手工的 哦 这样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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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咱们去看看 看一看啊 好吧 啊 这 叔叔呢 他送让我去看一看他的那个宝贝啊 咱们呢 就是走到哪儿了解到哪儿啊 我呢 花五十块钱也不算多 算是支持他们当地的这个产业 认可他们这儿了啊 虽然也不需要我什么认可 但是呢 我觉得呃 像这个咱们中国的四大股发明之一啊 造纸树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从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下去啊 好吧 咱们视频到这儿了 喜欢我的视频朋友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 拜拜